還是你要把眼睛遮住去啊 要幫忙嗎 來我把眼睛遮住不要看到你們 1 2 3 歡迎收聽Girigala 請你吃大西瓜 Girig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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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們那個又是一集的Podcast 然後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你不是要把我講嗎 好 我們可以有默契的接話嗎 你剛剛有跟我說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不用說 就是我們現在練習 好今天的主題是 有什麼比吃更重要呢 不是你可以有點感情嗎 好感情感情 再一次今天聊的主題是 今天聊的主題是 有什麼比吃更重要嗎 這個很好 這個很好 不需要哭吧 不需要情緒啊 OK 吃東西呢 對我們三個來說 算是人生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 就是我們會找尋各式各樣的食物 比如說網購美食 團購美食 還有什麼 還有現場美食 還有外帶美食 但是各種的吃 我們今天就是要聊各種我們喜歡吃的食物 你也愛吃嗎 他很愛吃 而且他很會買吃的 就是我是一個 以吃 我以前不覺得 但是我後來我經紀人說 請你不要每次都只想要吃的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是 我是以吃為樂 我希望我是一個吃不胖的體質 但我沒有 可是你已經很厲害了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我就是一個 愛吃 但是我現在要運動的人 才可以更吃 我現在會在運動 是因為我希望可以吃更多 對 你呢 我現在 吃是為了可以吃更多 什麼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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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餵才會比較 比較冷吃 那你有想要做切胃手術嗎 沒有啊 為什麼要做切胃手術 你會不會想要做 你會不會突然有一天突然接到一個減肥的廣告 然後給你很多錢 然後你突然變成另外一個人 多少 兩百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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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眼神閃爍 五百可以邀請大蚊切胃 他不是說要撿到一半的大蚊 可是這樣子有什麼樂趣呢 不是就賺錢啊 再吃回來就好啊 可是他可能會毀了我原本的樣貌啊 不會不會不會 可能只是暫時的 因為你切胃即使沒有就是 你後來沒有好好的保持的話 你還是會彈回來 可是動手術是很辛苦的事情耶 好那不要我們拒絕 這集不是你好結胃 這集主題是什麼 美食 比吃更重要了 好我們先說一下 就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我先舉一個些例子 是 比如說 嗯 我喜歡吃真蜜便當 你們知道真蜜嗎 真蜜 真蜜位在小巨蛋附近的一家 開了應該有三十年的一個家便當店 裡面為什麼我會喜歡 因為我喜歡他吃他的大牌加香腸 and 梅干菜要加多一點 梅干扣肉那種梅干菜 對我喜歡吃梅干菜 然後這家便當呢 就是我 我如果時間久沒吃我會想念 還有一家便當在位於傅星 捷運傅星站附近 有一家米勒便當 哇 是養生的那種嗎 不是就是 呃 不算是便當就不是 蠻古早味 不是因為我覺得他有臭 臭什麼 多臭 怎麼了嗎 欸還有說出人家名字 有飯有肉有菜 蛋白質蔬菜跟點粉都均衡 對有時候因為我會覺得 對因為大家會有時候可能 因為我覺得但如果拍戲拍太長時間 會不想吃便當 沒錯 但因為我最近就是還好 所以我對便當會有一種思念 會思念就是這兩家便當 你呢 你有先講便當好 便當的話其實 我是喜歡燒辣類的 通常拍戲的人不喜歡吃燒辣類 因為很容易一買就會連續吃好多天燒辣 你要問一下便當連續吃45天OK嗎 可以 同一種嗎 你忘記了 喔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便當是 喔不可以 便當是 我們兩個有一個通常 便當今天就是我們 連續吃這個便當 吃了一個電影 然後後來看到這個便當會這樣 不行不行 怎麼又是你 不行不行 對但我覺得 大概再隔一陣子可以再吃吧 呃 看到會怕 因為一直一直太固定了 45天耶 45天是蠻可怕的 但我們有曾經就是 比如說綜藝錄影的時候 有大哥很喜歡吃某一個固定的便當 小肥 所以每次就是小肥 小肥很好吃 欸小肥很好吃耶 固定小肥輪回的時候 就會想說 喔 不行 可是因為小肥是真的很好吃 你剛開始的時候會太興奮 然後胰島是吃太多 然後到後來你就也會 我覺得同一種食物真的沒辦法一直重� 欸我可以耶 你可以一直吃重複東西的人 我曾經最喜歡的一家火鍋 叫做德蘭火鍋 那時候我剛著迷的時候 我可以連續吃一個禮拜 你說每天都去吃一樣的餐嗎 一樣的湯頭 嗯哼 這麼愛 就是我如果我喜歡的話 還有一家那個咖啡廳 我也可以連續吃好幾天 就是我想到我就要去 那是你之前排練的時候帶來的那個嗎 哪一個 就是你會帶一整份的沙拉的那個 不是我吧 是你啊 還是是我啊 因為我的陣子也是吃草類 他 是你喔 我們應該那個時候都還蠻迷戀吃草的 就想要吃多一點草 但吃草我只吃那個芝麻葉 我不太吃羅勒 都要吃 小朋友不要挑食喔 反正就是 反正這便當呢 就是一種有飯有肉有菜 就方便 但是如果常吃也不行 那你還有什麼 欸 大文是那個 就是你知道 他現在就是食尚玩家的主持人 這一集是為了他而設計的 是因為 他今天要講出一些 光聽文字 你就會垂涎欲滴的一些菜 好啦其實我是有 如果沒有垂涎欲滴的話 怎麼樣 說說看 那你剛剛有講了別人垂涎欲滴嗎 但因為你是主持人 我又不食尚玩家主持人 因為我現在蠻想吃得啦 哈哈 我們讓大文來用文字的敘述 聲音來用文字的敘述來形容一下 他去過 你大概食尚玩家多久 我大概快一年吧 半年以上快一年 所以你是一個專業的食尚玩家主持人 也沒有那麼 跟這種十幾年比起來當然不行 但對我來講 你是新生代最去看好 就是有吃相有賣相 因為你吃真的看來就好吃 謝謝你們 但因為你就是你吃就覺得 喔 我也想吃試看 謝謝你們 那你來推薦你的菜單 我現在就是想要推薦的是 我想要帶你們一起去吃的 那聽的人 聽的人可以去嗎 你說是在食尚玩家的這個旅程中 你曾經去過然後他想帶我們去的 就我想要二刷 或者是我想要跟你們約一起去 可是二刷是電影的概念吧 餐廳二訪 二訪 二訪 二吃 二吃 二長 國語二吃 好二長 二長 有二長三長的這種 二長鹿鹿 二長鹿鹿 就有一家 屬牛虎兔龍師 怎麼了 怎麼了 屬牛虎兔龍師 我突然聽到動物 我又 我又動物怎麼了 這鹿鹿鹿 可是鹿鹿鹿 我突然想要說屬牛虎兔龍師 沒有我想要講得很順 屬牛虎兔龍師馬羊猴肌狗豬 然後發現沒有路 有路吧 現在有在路吧 不是這個意思 屍說蛇生下裡面沒有路 什麼果子的名字最長 屬牛虎兔龍師馬羊猴肌狗豬 果汁 他是果汁 我在這邊代替他跟大家道歉 大家真的非常的抱歉 你剛剛說要講 你現在要幹嘛 講說二刷 想要帶我們去 我想要帶你們一起去吃 我想舉手舉手 因為我幾乎就是大文主持 我都有跟我媽一起共同欣賞 太感人了吧 因為媽媽真心覺得大文主持的時候 看起來東西很好吃 謝謝 他說那大文本就跟你說說 這一集齁 這是哪一個好吃的 阿喜媽媽是一個台灣國語非常好 沒有 媽媽 媽媽 你其實也沒有 你講話很標準喔 她很漂亮 她一直在跟我們分享 有一個事情我覺得你可以講一下 真的可以講 說 我們之後要不然 最經典的 你先講一個 先讓大家嘲先一下 好好好 我們之後會做一集就是 啪音專輯 那我先來 預告大家 我會 到時候會提供一些媽媽的故事 你先講一個 因為有一個真的很好笑 這位地方媽媽叫陳樹貞 沒有這樣子 我媽 她就是 一不小心就會啪音 但她一直覺得她自己自證腔圓 反正她在某一次就跟我爸大吵架 然後帶著我妹去買球鞋 那個氣氛之尷尬到一個 反正 店員很尷尬 店員很尷尬 我妹就是那種 我不知道 爸爸說這個好 媽媽說那個也好 然後店員就已經很尷尬 因為爸媽兩個人持不同意見 一個選黑一個選白 然後店員就說 那請問一下 我現在是要去拿那個 這個兩種都要拿出來試穿嗎 然後我媽已經火發到那個 穿透腦頂了 她就說 深吸一口氣 跟那店員說 廢話 然後因為 我跟妳說 店員還真不敢笑 她不敢笑出來 她這個會內傷 因為她硬 她真的會生病 一口氣進去 那個摩曼凳的店員 辛苦了 再聽一次還是想流淚 妳好會講故事喔 她是這樣子嗎 她講了什麼東西 她要講廢話 她說妳是不是 這兩種鞋子 這要 這個尺寸都要試嗎 我媽要說廢話 當然都要試啊 但因為她太生氣了 一道次 叫她撒音 是 廢話 她這個也有跟美食有關的喔 對 小姐小姐請問妳要點一份什麼 她說我要 蛋黃貢花湯 貢丸 蛋黃貢花湯 蛋黃貢花湯 反正這個詞就是蛋黃貢花湯 帶妳們去吃一家 是是是 在宜蘭礁溪的素食無菜單料理 素食 我媽就是一個素食者 對 但是她是無菜單的 所以它裡面有非常多東西都很神奇 就是 它沒有 它沒有煮到肉 但是妳仿佛覺得妳吃到肉 欸 我跟妳講台北有一家我也推薦 就是素食餐廳 小小素食 這也算是我的口袋名單 小小素食是我們心中的味噌之地 因為我們常常想要吃小小素食 都沒有去 三次都訂不到位置 訂不到位置 然後經過已經關門 小小素食有兩家 所以現在如果另外一家訂不到 可以訂另外一家 我們兩家都訂不到三次了 今天晚上就去吃小小素食 等一下訂 現在這個時間是3點15分 要不然現在可以幫我們打電話嗎 等一下我打 我等一下要打 還是現在Podcast裡面打 看會不會約到 因為這個是下一次的12點的時候會不會 等一下等一下我突然忘記一件事情 她剛剛在講話 她在介紹菜單 我不應該殺話 Sorry 妳講第幾家吧 我才講第幾家 妳講第幾家 妳講第幾家 我才講第幾家 我要不要去吃 無菜單料理 時間時間是你們害的 對不起 然後她就是 無菜單 所以你會不知道她會送什麼上來 然後老闆就是算是一個陶藝家之類的 所以她裡面的餐具都是非常特別的 所以你可能會看到一個像假山啊 假水有瀑布 然後其實那是一道菜 但是用陶藝 我以為是用陶作的 不是用陶作 陶作沒有辦法吃 其實它裡面會放藏可以吃的東西 可是那假山裡面有一塊東西是可以夾起來吃的 欸我有個問題 吃山 你們去食尚玩家就主持吃的時候要付錢嗎 要吧 偶爾還是要付吧 不是 我是說你本人要付嗎 我當然沒有辦法 沒有我很好奇啦 這樣子我的主持費不都抵銷了嗎 所以這是你們不用付 是製作單位會不會付錢給餐廳 那如果你多吃呢 不會吧 沒有我目前沒有付過錢 那可以吧 OK我幫你平反了一點 謝謝 謝謝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都有付錢 那這樣子我就不會吃那麼多啦 我就會吃一點點而已啊 那有時候我吃好吃我就加點 加點要付錢嗎 你不會加點 我覺得他不會有這種事 你不會加點的 因為你一整天有吃非常多的東西 你絕對會吃不下 一天要吃幾個 看那一天最多可能一天吃到六 六夾五六夾 好多喔 都是正餐嗎 都是 就是就是你其實每個東西都吃一口 其實就已經很多了 那如果一整天就是譬如說你們吃完六餐 然後已經是一個晚餐時間 你還會去吃晚餐嗎 要看我吃不吃得下 但是我前面就是剛加入的時候 我還不太會調配吃東西的份量 然後有一次回飯店的時候 我只要這樣腰彎下來我就吐了 太滿了 所以有噴泉 真的吐出來嗎 我真的有吐出來耶 太滿了 就那時候沒有夠 就叫做切胃手術吧 我切胃手術的話我就更吃不下耶 只能吃兩家 只能說我要先去吐 我自己吃不下了 你要吃直下 那家餐廳是什麼 素食餐廳 它就是 它是無菜單 所以你會不知道它會出什麼菜單 但是都非常的精細 譬如說一些 麵包上的抹醬 它是算是中西合璧的 所以我覺得非常推薦 中西合璧 中西合璧 法國麵包加 神大蒜 譬如說它有一個抹醬 然後你吃那個醬 想說這到底是什麼 然後但它裡面絕對是沒有肉的 就是很神奇 它也不是學會那個肉的味道 它不是模仿肉的味道那種素食 而是它真的是蔬食的味道 然後很美味 然後有些味道甚至是你沒有吃過的 我覺得很值得去看 什麼時候會帶我們出去啊 如果說我們有出去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以約一趟去 會難訂嗎 有一點難訂 因為它其實算是蠻多素食主義者 心中的一個 可以帶你媽去 但會它的價位是怎麼樣 它的價位稍微有點貴一點點 但是在無菜單料理來說是OK的 你吃過最貴的餐是多貴 人生中 你說我自己給的還是我爸媽給 當然是你自己給的啊 我吃那個想想我就覺得很貴 它都不付錢 它都不付錢 因為它都跟製作單位去 它都不付錢 就是如果是製作單位帶我去的那一種的話 當然就是我不會知道價錢 然後我也就是不會自己付 如果自己付的話我覺得吃製作餐 那我就已經覺得很貴 你們覺得吃一餐大概多少錢 你們要解外申吃啊 吃一餐怎樣 大概正常來說多少錢 一千以內吧 若一個人一千 今天是慶祝 慶祝喔 慶祝很難講耶 因為慶祝可大可小 你可以慶祝今天心情很好 你也可以慶祝爸爸擠痘痘成功 你怎麼講到擠痘痘 對不起 大白已經沒有痘痘了 對不起 也可能慶祝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比如說就是 得了一個什麼很大的殊榮之類 這種可大可小啊 我的慶祝都是吃鹽酥雞 所以是很小 我懂就是高熱量食物 我就是一個高熱量食物者 精緻澱粉者 不糖不歡者 我是垃圾食物者 欸我也是垃圾食物者 你呢 我能說不嗎 他說他是Avery食物者 對啊我基本上都是 所以你也是垃圾食物者 所以我們都是垃圾 你才是這個垃圾 你真的很傷害別人的心耶 他第一個介紹的餐廳 就這麼健康 是素食 上一集在說什麼 什麼 我們可以讓彼此舒服 那個垃圾是代表我一種 我愛你的象徵 謝謝 你這個垃圾 今天垃圾 垃圾 垃圾朋友們在討論食物 嗯 OK好 我可以講第二家了嗎 好好好 第二家是眾賢的 眾賢的嗎 因為第二家是一家QQ球 我知道 新莊 對 新莊那一家QQ球超好吃 然後它是沒有招牌的 它也沒有就是店名 因為它就是在一個棋樓 我最喜歡按QQ球 然後大牌的 你吃過那家了嗎 沒有 它就是位在 它的地址大概是在劍峰街 就新莊 其實新莊人都知道 QQ球還有一個景美夜市有一家也很好吃 它真的是QQ球魔人耶 它是隨時會尋找 別人是尋找神奇寶貝 它是尋找QQ球 欸 我跟你講 神奇寶貝真的是一個 我很喜歡的一件事情 你不用接 我跟你說 最近有人把QQ卓 QQ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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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寶貝 你有看到嗎 沒有耶 就是有一個神奇寶貝 蛋的長相的QQ球 我們可以去拆點 欸 好啊 我們去吃 對 它就是有不同配色的 欸 我會自己做QQ球 你會了 我會 我跟大家講的就是 那個原料就是 把地瓜先蒸熟 然後準備那個 樹薯粉 樹薯粉 然後 加水 加水 要加水嗎 要嗎 隨便你們喜不喜歡加水 要加水 要加水 然後 裹一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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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像黏土狀 然後之後呢 就開始切長條狀 然後小塊 然後油溫 我不知道是多少 就是 有熱才能炸這樣 有熱就有熟 對 然後炸完之後 就是你一定要準備一個東西 一直壓它 一直壓它 它才會變成QQ球的形狀 好 題外話說一下 如果你覺得QQ球太麻煩 我最近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東西 是 南部名產 蛙粿 米糕 白糖粿 你會做白糖粿 白糖粿 你去買那個什麼粉 糯米粉 糯米粉 然後糯米粉 加水 變成 黏土狀 下去炸 就完成了 那白糖呢 糖就是把糖放在盤子裹一裹啊 那那個糖要特別磨嗎 不用就是白糖 吃起來像嗎 一模一樣 一模模一樣要推薦給大家 你變好強喔 其實這個超級簡單 真的嗎 這是我一個同事威廉教我的 因為他的T恤今天有到現在 他剛才在外面說 糯米粉 糯米粉 要加水 但是唯一的一個問題是油會亂噴 那怎麼辦 就只能清洗啊 就只能燙傷了 你說誰燙傷 我嗎 對啊 燙完白糖粿就啵啵啵啵都是水泡 對 你又是有機器 我覺得蠻厲害的 對 我就想說疫情在家沒事啊 因為我都看看就算了 不行 白糖粿就是一個會懷念的食物 白糖粿真的很好吃 那你有介紹的白糖粿店嗎 我目前沒有介紹白糖粿店 但是那一家QQ球也有賣芝麻球 然後他其實是用一樣的那個麵體去做 但他裡面的紅豆非常的大塊 然後他的那個 他的芝麻球大概這麼大吧 他現在比出了一個跟那個手足蕾差不多大的 神奇寶貝球 你怎麼知道神奇寶貝球這麼大 欸小智拿在手上就是這麼大 小智的手搞不好很小 對啊 九五公分 小智已經大概五年級了 手跟我差不多吧 我手這麼小 你不可以定義因為他是漫畫人物 你是真的人 你怎麼可以定義說寶貝球就是這麼大 不要貴了寶貝球 大家大概通常都知道寶貝球有多大吧 總之就是那個芝麻球咬下去 它裡面是空心的 超Q超好吃 芝麻球很少人做欸 很少可以遇到欸 真的 那家真的很好吃 所以就是 你會帶我們去嗎 如果你開車我就去 新莊真的好遠 我開我開你們敢讓我開了嗎 欸我跟你講 突然想到一件事 不要讓阿喜開車 阿喜有一次開車真的是把我嚇死了 他有一次開車然後他來看我工作 然後後來我們結束之後我們去吃飯 吃完飯我們要找車子 然後找鑰匙 找不到鑰匙了 因為結束了 找不到鑰匙了 鑰匙去哪了 真的很慌張 就是馬上沿著我們剛剛去過的地方 所有沿路在找小小柯南 我們仿佛島盲犬在找鑰匙 欸我還看得到 然後我們在吳文這鑰匙到底在哪 吳文半天後來到了車子附近發現 誰在我車上 誰在車上 車上有人欸 是誰 車上是引擎是開著的 引擎發動 冷氣很冷喔 打開 打開是那個像武人講的那個 那個利益很煩 你知道盆平均會這樣流出來 浮誇 人死 人死 整個沒熄火 鑰匙好好的插在 車子裡面 到底是誰 沒有熄火差不多五個小時 受不了 這世界上真的很多不可視都市傳說 而且沒有人把那個車子偷走 可能是他一直覺得車上有人 欸不是因為覺得那車太爛 欸其實我不能講他 有一次我下車 沒關係 欸他那個才誇張 我跟你講這兩件事情有一個共同點 是怎麼樣 我都在現場 我跟你說 我是見證者 欸有一次我們拍完電影 然後我們就要收工 我們去吃火鍋 火鍋 然後我就停到那停車場 然後 然後我做副駕嘛 然後我就下車了 然後我就去吃 吃了我們還 那天聊了真久 應該有五六個小時 吃什麼 野人火鍋 野人火鍋 然後吃一吃吃 然後回到車停車場 那車子只剩我一台車 整個停車場 彈不出來 沒有你這是微開 然後我整個是這樣子打開 這樣子是135度 105度 105度吧 等你弟弟請 好了 好了 這兩次我都在現場 為什麼 有這一段是不是 有啊 你們都不認真聽 105度你耶 我整首歌我只聽這兩句而已 喝一口唷 這個我不知道 OK 都是為了吃 我可以講下一家了嗎 蛤我們剛剛今天主題 要不要改一下 再讓我介紹一家就好 這個筆怎麼放回去啊 這邊這邊 我們介紹了一家甜點類的 然後一家那個蔬食 對 蔬食的無菜單 然後我要介紹一家燒肉 超好吃 在台北嗎 可是還有一個想要介紹四個 在台中 它是專攻內臟類的 所以它的有什麼橫隔膜啊 豬大腸都超好 叫什麼 燒肉本氣 燒肉本氣 哪一個氣 氣死你的氣 生氣 我真的把你氣 你真的把我氣 我覺得太好吃了 就是它那個牛舌是非常厚的 然後撒上蔥花 然後這樣油滋滋的這樣 不停的冒泡 超好吃 我想問一下你在主持食玩家 你需要一直想形容詞嗎 其實是要的 而且就是你在吃下去的時候 那個時間流逝 然後你就看到其他主持人 就不停的把那些詞丟出來 想說可惡把他講完了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比賽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10號 歡迎收看食尚玩家 然後我們現在吃到一個什麼 我們來比拼誰形容的比較多 今天要吃什麼 可是你知道一個食物大概就是那個味道 不行我們就是要天花亂墜的講 但不扎就不扎實啦 但就是我們盡量想辦法形容出我們的形容 好 那你出一個你下一個是介紹什麼 剛剛說是牛舌 對 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想要介紹越南麵包 這個我沒辦法講 越南麵包 越南法國麵包 這個我下一個下一個 這個我沒辦法講 等一下你可以選擇一下 越南法國麵包 我很喜歡 我不會吃啊 我跟你說越南法國麵包 他們還會賣一些佛 然後還有那個春捲 但我喜歡吃佛 對可是他只有賣法國麵包 他怎麼可以賣佛呢 等一下 譬如我講一下 那介紹個屁啊 他這家很厲害 這個是我 絕對還會想要再去的 不是 越南麵包裡面很多東西我不敢吃 那你吃麵包就好了啦 那我就是吃麵包店就好啦 不一樣 他有甜的對不對 沒有他就是一種 那他介紹個屁啊 欸你尊重一下 對不起 如果東西做的好 他只要賣一樣 就可以賣到大排廠楼 那就是專業 請問 真的有人喜歡吃越南麵包的嗎 我喜歡欸 因為我有曾經吃過非常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這家是我目前就是在台灣吃過我覺得最好吃 他是在中壢的一個乾隆街這邊 然後他那一家 王上吉祥 格格 是你啊 康熙乾隆 不是這個乾隆 他是前面的乾 然後是Dragon的那個龍 Dragon Dragon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越南太太做的 然後他們家 在越南也是做法國麵包的 純的越南太太 不然 黑的越南太太他本身是 不是 皮膚比較黑 他們家其實 他爸爸就是在做法國麵包的 所以他是把那個法國麵包他爸爸的配方 帶來台灣 然後跟台灣的工廠簽約說 你只可以做我的 這個配方你不能做別人的 所以那個麵包吃起來就是 跟其他地方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他是 有一點韌 但是是脆脆的 然後裡面 有一點韌但是是脆脆的 因為你知道法國麵包其實會有一種嚼勁 就是你咬下去其實你要稍微撕一下 但他那個嚼勁又不會過頭 然後那個表皮是薄薄脆脆的 然後裡面的那個裡面的麵包的那個體 是非常鬆軟的 很好 還有一點濕度這種 對就算是一點點 然後他裡面的醬菜非常的好吃 他是有醃蘿蔔 然後還有一些肉啊火腿啊 然後就夾在裡面 你沒有洋蔥嗎 可能會有 老闆幫我把洋蔥拿掉 你可以跟他說你不要夾 但真的很好吃 那家是我後來就是跟人家講說 欸你是從桃園來的嗎 你是從中立來的嗎 我們都會說那你知道那一家嗎 就是有皇帝的那個路的乾隆街 對 他的乾隆街也是斜陰梗吧 呃其實我覺得應該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他希望他可以前進龍 龍無果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龍壇附近 還是他真的就是寫那個乾隆皇的乾隆 因為他在龍壇的前面叫乾隆 喔不是那個乾隆喔 我不是地理學家 他是前面的龍 喔前面的龍 就是龍壇最前面的 最靠的是他是中立他不是龍壇 就是這個 那不能叫乾隆吧 乾隆街 他是讓這個是規劃 那你要去問那個 你為什麼沒有問這一題 我問他他不會知道 他只是在賣那個麵包 他不會知道這條路為什麼 說歡迎收看食尚玩家 我們來訪問老闆 為什麼這條路 他不叫乾隆街 你懂嗎 為什麼 對這個 超級任性 那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好 你就是只是想要為了你的遊戲而前進下一個 我現在遊戲想要分享啊 就是形容 剛剛一直在模仿 但是說法國麵包吃起來很韌 好 我想要介紹一個泰國菜 泰國可以 好 他是在那個高雄的前進區 他叫做帕泰 帕泰 他是在一個邊邊角邊接 然後他設計的很像那種我們在泰國會看到的 我知道是不是看起來一副像就是去了帕泰亞 然後有小木板 有木頭 然後有那個小雜貨啊 掛在那邊 那要跟你講泰文嗎 不會 但老闆是之前在泰國住了幾年的一個台灣人 然後他的那個帕泰很好吃 帕泰是什麼東西 帕泰是什麼東西 超 像河粉的那種東西 果條 但是他告訴我們一個秘密 就是說他那個條啊其實並不是從泰國來的 也不是台灣的 因為他試了很多種 他想要 是剛剛那個做越南的法國麵包那個爸爸 不是那個爸爸 但是跟越南有關係 因為他後來在越南的商店找到了他的看法 泰國是不是在越南附近 是的 你答對了 那泰國你好怎麼講 Sawadika 謝謝咧 Kuponka OK 那 再來 帕泰亞是什麼 帕泰亞是帕泰亞這個地方 是帕達亞一個地區 怎麼了 OK沒事了其他泰文不會 隨晶晶 我們可以形容一下這個帕達的這個嗎 你來 你來 帕達什麼 不是就是這家店 你就這樣子圖片看起來 我看一下這個圖片上面是顯示有很多醬料 但是這個圖片其實是一種泰國算是皇室的小吃 然後他是用生菜 然後有一些堅果類 對 比如說花生啊 然後姜粒啊 然後辣椒啊 檸檬粒啊 然後他會炒一個很甜的醬汁 然後淋上去 然後你就用那個菜這樣包著一整塊吃進去 那我可以先用看 然後假裝形容一下 好 我現在吃了 嗯 好新鮮的蒜頭啊 沒有夾蒜頭 就其實為什麼要到現場吃還是有這個原因的啦 對 你剛剛不是有說 有說姜塊 喔喔喔 薑 你剛剛不是有說蒜頭 沒有吧 我剛剛沒有說蒜頭 我怎麼要聽 洋蔥洋蔥 還有什麼 Ginger 還有什麼 堅果 好算了算了 不適合當食尚玩家主持人啦 等一下 你不要說 你不要把話說死 因為我們可能會一起啊 我必須要想要問一下 因為我曾經有聽過就是類 就是食物的主持人 就說 當你們看到就是 我在講解的時候說 哇這個餐廳 你們來這邊就是 但是 氛圍很好 沒有 就是食物可能就還好 是有這個可能性 或者是說 他其實主要不是想要介紹這個食物 他只是想要介紹這個景點 因為有時候其實是氣氛 他想要提供你說 這邊有整片夜景 百萬夜景或什麼 所以他會 就是稍微比重是在氣氛 而不是在食物 所以常常就是看那個美食節目 然後我就還特地去找說 哪一家什麼東西好吃 結果認真去排隊三天三夜之後 吃了大失望氣到爆炸 會不會排太久 回去 我們有一起去過 我們要去高雄吃那個諾夫米糕 我看到那個排隊我卻不 我們沒吃到 於是我們就轉站隔壁 另外一家不認識的店 吃了別的碗粿 但是高雄我想要推薦一家 就是有一家叫做厚德福 我本身就是很喜歡吃餅類的東西 厚德福裡面的甜燒餅跟鹹燒餅 我只能說 烙餅 是烙餅 對不起他剛剛介紹錯 烙餅 OK我說的是高雄厚德福的甜烙餅 你知道烙餅是什麼嗎 好我們來試試看 它是很多層的那種 這是一塊餅對不對 它就這樣 像蔥刷餅 他要把它打鬆 對他要打鬆 然後那個厚德福那個烙餅就是 又香又脆又甜 因為他在做那個餅的時候 他是會先搓成長條 然後再把它揉成餅 所以他其實還是會有那個筋性的那個 那個線條感 對那個我一個人可以吃一份 然後他用鏟子把它往裡面推的話 他會讓他的那個煎到的面積變多 所以他脆的地方跟酥的地方就會很多 果然是有主持過食尚玩家給他鼓掌 謝謝大家 我來講一下你那一段 好跳一下 1 2 3 怎麼樣那個烙餅吃起來口感如何 他那個就是用那個鏟子這樣一條這樣 弄下來像圓形狀 蛇 然後這樣走 然後這樣走走走 然後他會有一種脆感 然後那個糖裹到那個裡面 因為他那個搓搓搓搓搓 然後那個糖粉 不好意思 撞生死太多了 就是沒有他會那個搓搓搓搓的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那個糖粉要在那個細縫裡面生存 生存的時候你可以吃到甜 你不會說有一下吃到不甜 一下吃到不甜的感覺 均勻分布 這是我的想像中的烙餅 好的 好我們不適合當食尚玩家 不會 我跟你講 你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你常常團購出很好吃的東西 最近的我真的非常喜歡團購 在內湖有一家知名的團購 就是 團購網站我也已經加入了 是 你也加入了 我也已經加入了 我加入兩個 只要是內湖人一定要知道這家團購 就是最近團購的內容是高雄的老薑紅茶 老薑紅茶 有三明治的那個老薑紅茶嗎 是蛋餅三明治 對他可以團購 然後最近還團購了德國的牙膏 從Germany 我看一下 他那個團購就是一種 你要在下面這個留言喊佳音 佳音佳音 我沒想到你會做這種事情 比如說 比如說 他那個口味 比如說最近我也要訂水餃 比如說 絲瓜水餃 瓜仔肉水餃 高麗菜水餃 什麼蝦仁 甘蔗雞 上訂了一個很好吃的甘蔗雞 對甘蔗雞也很好吃 然後比如說他就會說 A B C D E 他有很多的項目 像我就會比如說 A C B加 1 A加 2 我就會這樣 這是我最近的生活 就是我非常喜歡團購 那個團購的美食 還有團購那個什麼 有個布丁蛋糕 你上次團購的蜜餞 還有那個 我吃剩的全部給他了 超好吃 我也要再拔蠟乾回去 我就放在包包裡面 然後我出外景快要餓死 或者是很累的時候 我就會吃一下 那個拔蠟乾 是另外一個拔蠟乾 不是那個團購完的 那個拔蠟乾呢 是我請阿仙幫我搶的 那個拔蠟乾就是 因為他最近拔蠟圓 因為下雨下太多 所以量變少了 然後阿仙搶到 第三次 他才幫我搶到 極其珍貴的拔蠟乾 很好吃 那個拔蠟乾 還有最近好像有情人果乾 還有水蜜桃乾 阿仙拜託你 因為要因應季節 那我們到時候會貼這個團購的網址 希望大家 希望團購組可以給我們比較好的價格 我覺得 我疫情期間我發現 團購店非常的聰明 可是我必須說一下 就是美食這件事情 是不是其實非常主觀 對 所以常常 譬如說我在電視上看到 然後後來我自己吃覺得不好吃 我還會就是去針對那個主持人 譬如說我遇到大文說 你那天在大道成說介紹什麼 哪家很好吃哪有啊 你說謊 還會罵主持人 你說謊 他在那邊說什麼 沒有但是我覺得就是 每個人嗅覺不同 但我覺得本來就各有所好 所以這個沒有 還有味覺 味覺 畢竟就是嗅覺 但是有一種 嗅覺不就是 嗅覺 吻鼻孔那邊 就因為畢竟 吃還要 我剛剛真的以我自己倒盲唇啊 用聞的就可以吃了啦 所以剛剛就是 每個人味覺不同 味覺 是 吃東西這件事情可能是很主觀的 因為有一些人的味覺 可能停留在他的兒時記憶 你們有那種小時候 有有有 你真的是很會拉主key 嚇死我了 我花了很大力氣在一邊 不好意思我剛剛忘記要拉主key 這一集整個忘記 剛剛第一集還有 這第二集整個是鬆弦 這我們 來第二集 就是我想到的一件事 我們在講說你有沒有兒時記憶 就是兒時記憶比如說 我的兒時記憶有那個 你昨天說有一個那個啊 這個三角形 那叫什麼 粽子喔 一粽子冰淇淋 粽子冰 粽子冰沙 那是冰沙 對 義美 就是我跟他就是 你們有吃過義美 就是小時候一定會吃義美的 葡萄粽子冰沙 它是用紙做的 對 然後它就是這樣子 呃 它是用紙做的 它有一個嗎 然後你就用剪刀把它剪開 要燒嗎 一擠 它就會跑出來 不是 我的手在筆 但是我筆不出來 是這樣子還是這樣子 他們兩個在我的面前 在那邊給我做一個 啪啦啪啦的動作 什麼意思 啪啦啪啦 啪啦啪啦 就是說這個 外皮是用紙做的 那個紙可以 形狀很像粽子 要撕掉 等一下我回想起來 有這個食物了 有一點點這個印象 而且它有牛奶雞蛋口味 對 是橘黃色的 有這種東西 有的 吃起來脆脆的 但我剛剛想到菊花蛋花湯 沒有菊花 誰要喝菊花蛋丸湯 欸 放尊重一點欸 菊花蛋丸湯 我怎麼會說 菊花蛋丸湯 菊花蛋丸湯誰撕啊 不是 雞什麼雞花 雞米花是不是 我是比較不喜歡吃雞米花 因為皮比較多 要吃我就會直接吃炸雞 剛剛在講什麼 兒食雞 那個義美的那個 葡萄粽子冰沙 現在找不到了是不是 很久沒看到了 欸 有人鈴聲響 他提醒我們說 已經錄了40分鐘 41秒 還在說一些菊花 等一下 我不能接啊 還是你 先不接啊 我們從這集開始接Coin 超過的奇妙 欸 他不接 他不接 OK OK 你是懷念的味道 就是你現在吃了會開心 我還懷念那個 兒食之一就是那種 乾媽醬油 那個沙士糖一個一塊 然後巧克力調一條一塊 然後還有那個 痾就是酸梅麥芽糖裡面 然後加 麥芽糖放一個酸梅 中間有酸梅 麥芽酸梅糖 酸麻... 酸...酸...酸梅麥芽糖 酸麻糖 就是酸梅裡面有麥芽 欸不對 酸梅 酸梅裡面有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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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強制這個東西 不是 麥芽糖裡面有一顆紅色的酸梅 那叫什麼東西 真心梅 真心梅是一個藝人 不是 欸幫我們放他的歌 打歌詩 那個糖果 那個糖果 那個糖果真的叫真心梅 真心梅的歌 真的啦 真的 好 那真的叫真心梅齁 我記得他有做成鑽石的樣子 鑽石糖 鑽石糖這也是必備 然後還有那個以前有一個很像檳榔的紅色芒果乾 然後會有 它有辣的口味的跟鹹酸的口味 你講那是辣橄欖 他們兩個應該都是橄欖吧 不是 橄欖是橄欖 然後另外一個是 它是 就有一點殼類的芒果紅色的 然後一包裡面可能有四五塊 然後還有 什麼呢 臭魚乾 喔 鱈魚 鱈魚片 紅色的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魚做 但是就是吃起來會 就是 大豬公 他的名字叫大豬公 還有豬耳朵 豬耳朵 對 那個一片紅色的東西 可以直接放進口袋 那個 他叫大豬公 他是魚 可是他叫大豬公 鱈魚片吧 你沒有覺得奇怪的地方嗎 我有曾經就是為了這個跟朋友打賭說 這個東西真的叫大豬公 然後叫他進去高雄的奇景市場 問那個店家說 這是不是叫大豬公 對了就給我一百塊 他真的去問 真的叫大豬公 謝謝 以後大家打這個讀的時候 記得這個名字叫大豬公 還有那個豬耳朵 豬耳朵是一種餅乾 很像是螺旋狀的一個餅乾 然後還有一種是 還有一個很復古的是 上面有芝麻 它方形的 筍餅 竹筍餅 竹筍餅 竹筍餅是另外一個 但是那個是芝麻的 喔 方形的 然後他可能被炸到捲起來 然後他有時候會裹 就是做成就是有點 就是很奇怪的 你的手又怎麼了 不是我在皮做 他有跳泰國舞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不知道 等一下 因為我們 我們的背景有點不同 大文小時候可能有接觸一些 港式的東西 你是不是小時候兒時記憶會有一些 因為你們 你爸爸是香港人 我爸爸是香港人 但我是在台灣長大 但爸爸可能會帶 就是他帶你 看一些不一樣的食物 香港的食物這樣子 有什麼比較那種經典 但是像我們這種很慫的台北人 不知道的 可是我覺得那個就是 台灣人應該也有吃到 因為它比較像是南北貨 我喜歡吃一種透明一條的糖果 它是長條形的 黃金糖 不是黃金糖 它是軟糖 然後吃起來有橙汁的味道 就是柳橙的味道 然後一個長條的 對它是一小長條 那是過年在吃的吧 請問會在迪化街看到嗎 對它其實是南北貨的 但是我小時候 對於這個東西非常有印象 然後它有一種 香港的吃的瓜子是紅色的 然後它滑滑的有點 有點難咬 因為台灣的黑瓜子 常常一咬就開了 可是香港那個瓜子 你就要跟它糾纏超久 它是不是染色嗎 它其實不是染色 它就是紅色 但它也可能有染色 但是它不會褪色 它天生就那個顏色 對 南瓜籽嗎 不是南瓜籽 某種瓜籽 等一下 怎麼了嗎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請說 我們完全沒有按照我們的Round Down來走 對啊 哇 44分鐘後才發現 謝謝 謝謝你們在講過程中 我再看一下這個Round Down 好沒關係 那我來要徵求一下 大家有沒有小時候吃過一個東西 我的整個下半身都在找它 下半身 我的 不是下半身 我是說下半被子 是什麼 是什麼 是一個用保麗龍盒裝的 蚵仔冰 有啊有啊 我知道 蚵仔冰 然後它是用一個像小便當盒 然後是保麗龍盒 我幫你找到了 有這個東西 我幫你找到了 在那個後鋒鐵馬道那邊 我 那一家店它本來是在大裡 不是要去囉 但它現在已經搬到那邊去了 因為它以前就是會大批發到各個那個甘馬店 對 然後就是會在那個長方形的白色冰櫃裡面 旁邊的人點頭如倒 所以它這樣 那個東西非常好吃 而且它一吃就是假的 喔 它旁邊有時候會有花生 對 它可能會有一半 然後我都會把那個 花生推開 我要吃那個芋頭紫色的 然後後來我有曾經就是在 另外一個手搖店找到 類似於它的味道 就是有一家叫做主義的手搖 主義這個品牌也是很少見 現在可能已經 是跟郭主義師傅有什麼關係 對 完全沒關係 有一家叫做 欸 郭主義的師傅的餐廳很好吃 酸菜嘛 酸菜嘛 是誰 但是好像關了 在板橋嘛 他是關了吧 有關嗎 在板橋啦 沒關 喔 郭主義的師傅店沒關 但他的菜 不是郭主義師傅 不是德師傅 喔 郭主義師傅 師傅 師傅餐廳好吃 在板橋 他有一個叫做 呃 白白的 白白的東西 果飯好吃 我知道 韌餅果飯 是不是 蟹黃 對對對 但是那不是真正的螃蟹 它裡面沒有螃蟹 它是用蛋白做的 就是如果減肥的人很適合吃這道料理 透風的人也可以吃 因為他們不能吃真的螃蟹 螃蟹 高蛋白 對對對 謝謝主義師傅 主義師傅那個高蛋白好吃 我們也會把團購的連結貼在這個網址下方 大家自己搜尋 但是有沒有那個像是兒時記憶 你明明就是很愛吃 結果長大不敢吃 或者是小時候不敢吃長大 欸我們突然敢吃了 我小時候不吃香菇 但我長大吃香菇 為什麼會有小孩不吃香菇 小時候不吃大蒜 長大抱愛吃大蒜 我也是 欸這件事情我相反欸 我長大之後不能接受太多很刺激性的食物 就是他會留在嘴巴味道太久 他有那個嘴巴味道的解癖 他很怕味道留在嘴巴裡面 就吃喉糖就好了 沒有沒有喉糖 因為喉糖味道會留在嘴巴裡 喉糖加上蒜味 一直在那邊哈哈哈氣 一直嗚著嘴巴哈氣 想說誰啊 對唱阿咖啡啦 哈哈 什麼都不必說 對我唱阿咖啡啦 我們從第一集堅持要唱阿咖啡啦至今 你們看看 我們唱到第幾集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拜師啊 對阿咖啡啦嗎 對啊 欸還是我們真的去 有一集真的去錄阿咖啡啦 去學阿咖啡啦 你要弄成一首歌怎麼樣 我覺得可以欸 好不好 我覺得 剛剛是不是又差題了 對 阿咖啡啦嗎 你小時候還有什麼 很喜歡吃 然後現在不敢婚 我現在滿腦子說阿咖啡啦 我其實要小時候 我小時候 不敢吃茄子 但是我覺得我不敢吃茄子 是因為我家不煮茄子 長大後問媽媽為什麼 媽說很麻煩 那你會聽茄子蛋的歌嗎 當然啦 我家亂唱 會啦 茄子我也不行 茄子你不行嗎 現在也不行嗎 我覺得茄子很像 口水變濃稠的食物 你一定是沒有吃過 它各式的烹調方法 因為我後來接觸到 也是因為那個茄子先炸過 然後再來滷 就是有微果的 吃起來就是 那叫什麼魚香茄子嘛 非常好吃 它就是會有那個肉的細膜 在上面發醬汁 我不吃茄子 我不吃洋蔥 我不吃紅蘿蔔 我不吃苦瓜 我不吃甜椒 我不吃青椒 我不吃 但是基本上小孩子不吃的 我都不吃 我們自己的主題已經超過了 天使 而且有一個東西 你記不記得我們討論 你知道阿喜不吃什麼嗎 欸 你說得出來他不吃的東西嗎 對喔 欸我不吃什麼 但 他不吃虧 打蛋 好老氣 好老氣 你是不是認識無尊太久 欸等一下 現在時間 一分一秒的在流水 等一下你不要轉移話題 他不吃什麼 我不吃什麼 他不吃什麼 喔 一個很簡單 而且我們剛有提到是嗎 欸不是 他不吃什麼 你是很害怕回答這個問題 嗯 給我提示 來來來來來來 我想一下喔 我不吃有一個東西 很喜歡加在蛋糕跟餅乾裡面 然後就是 很多蛋糕捲啊 餅乾啊 都會 奶油喔 不是奶油旁邊 會有一顆黑黑的東西 那個 那個 彩色的那個彩色糖 彩色糖很好吃 另外 黑的 black 巧克力 巧克力好好吃 他很選擇 他來我不吃巧克力 有一點軟 櫻桃 他有些櫻桃也不錯 那個東西很像身體的某一個東西 喔奶頭 喔奶頭 我不吃奶 我吃奶頭 不是啊 是嗎 葡 葡萄乾 對葡萄 奶頭 你怎麼會說出這樣子的法 不是他剛剛的身體 我好像是讓我讓你講出來 我只是讓你講出來 我只是讓你講出來 沒關係啊 奶頭可以 我想要沉浸一下我的奶頭 並沒有像葡萄乾 沒有 奶頭像葡萄乾 很怪欸 男生的比較像 女生的不會像 小時候都覺得我爸有兩顆葡萄乾 為什麼會塑造葡萄乾像奶頭 這個事情 要討論嗎 不用討論 這個可能可以在補乳啊 或是其他的議題上面聊 那你知道大文不吃什麼嗎 大文有不吃的食物嗎 我有三大不吃的食物 一大二大三大 蔥 蔥 蔥是 小時候 小時候不吃長大吃 你要給我提示嗎 我可以 我覺得你們知道 一定有講過 所以剛剛那題是葡萄乾嗎 對 葡萄乾 而且我不吃醋 然後你不吃 有三個東西 提示提示 幾個字 第一個東西是 第一個東西是一種肉 一種肉 我從來沒有吃那個肉 羊肉 沒有 他跟我們吃蒜牛肉吃到什麼地步 他到我還說 這盤吃不下是不是 我來我來 羊肉是我的最愛 我不敢吃羊肉 然後再來再來第二個 然後第二個是一種 就是 怎麼變參謎節目 一種調味料 調味料 可是 就是 最純正的我不吃 其他的衍生的可以吃 辣椒醬 不是 是 甜的 醬油膏 甜的 巧克力 醬 奶酥醬 她現在 她的眼神透露出說 妳們兩個也太不瞭解我了吧 蜂蜜 有沒有直接說 黑糖 等等等等 超奇怪的 我們都講過 因為太奇怪 不是 上次我跟她說 她說我不吃任何這種制品 她說你不覺得黑糖 她蛋糕而已啊 她說黑糖有一種味道 我說我怎麼聞 就是黑糖味啊 就是黑糖味啊 第三個第三個 第三個 就是很像麵的東西 很像麵 麵疙瘩 果條 欸果條剛剛說過吃 那個叫 很像麵的東西 果個地方的名產 板條 不是 很像麵的東西 我從來沒有在你們面前吃過這個東西 什麼啊 但是我們有吃過嗎 再一點提示 你們好像也沒有在吃 這長得像什麼樣子 一條一條 麵線 不是 米粉 對 欸米粉我也不愛 因為感覺 感覺米粉有吃跟沒吃一樣 可是其實有很多很好吃的米粉 我可能是沒有 可是其實我外婆的那個 拿手菜是炒米粉 那你吃嗎 然後以前她就說 欸我去炒米粉給你吃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你可以炒 但是我沒有要吃 你沒感覺 我沒有感覺 我們家也是過年 過年大菜是絕對有一份是飯 一份是米粉的 還有一份年糕 那我們現在來說一個 就是你有沒有吃過 令你崩潰的食物 我先說 我曾經有在拍戲的時候 吃過老鼠牙齒 然後 軟的還是硬的 怎麼吃到的啊 牙齒當然是硬的啊 可是有可能她就是把它燉的 還是我吃的是老鼠的牙齦 哇塞 Oh my god 那我吃牙齒 我吃的是老鼠 就是整個牙齦跟牙齒 我剛好可能在牙齒 然後我就發現咬不動 你吃了她的嘴 就是整個 嘴腔 就是除了沒有嘴唇 那一片的那個裡面 口腔 有看過牙齒有嘎嘎嘎嘎嘎嘎嘎的那個嗎 像假牙的那種 合理啦 因為我們會吃那個嘴邊肉啊 豬肉的 牙齒那種嘎嘎嘎嘎嘎嘎這樣子 我覺得我吃到老鼠的整個嘎嘎嘎嘎嘎這樣子 那他是煮什麼口味啊 是醬油的 所以我一開始吃沒吃出來 然後我就吃的時候 我就咬完一口 我覺得嗯 怪怪的 請問一下 他是一整盤 然後全部都是牙齒這樣 ㄟㄟㄟㄟㄟㄟ 不是他誰會點這個啊 應該被切了 他是這樣 可能一個飯一個菜好幾個 然後有一個我就先吃 我就覺得味道怪 然後吃了我就這樣拿下來看 我覺得不對 那牙齒特別的小 不認識 沒有看過 不是人的 是動物的 那你一眼就認出 他是一個牙齒 沒有我是咬完之後我發現咬不動 然後感覺就是有那個你知道 你現在這樣 就是那個牙齒 然後後來我確定那個是老鼠的牙齒 因為那個大小就是老鼠 對所以我後來就是對 就是我對便當就是會怕 但因為現在因為吃過太多好吃的便當 所以我現在不好的便當我是基本上不太吃的 所以我對便當有一點小小的這個陰影這樣 你們有嗎?喜呢? 你說不吃到的地雷嗎? 有吃到可怕的東西嗎? 我這個人呢就是特別的 我覺得我的口感或者是小 有人說就是你吃東西的習慣是大概定型在小 三歲還是六歲嗎? 我覺得我也是可能受小時候影響 所以我永遠吃譬如說你問我最好吃的涼麵 我就會說是我們家相孔的涼麵 那個才叫做涼麵 其他的就想說它是別種食物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會有一種迷思 不管這個東西它怎麼樣 它只要是我在旁邊的東西 我就會一直吃它 然後有一個牛肉麵店 它是山西的刀削麵 看起來很好吃耶 其實是很好吃 而且是非常有名的 它現在已經倒了啦 反正我就是吃到 我就是從小吃到我國中二年級 我某一天在就是很認真享受我的牛肉麵的時候 我就已經快要吃乾的時候 到最後一口 要把碗捧起來 合到底的時候 我就眼睛看著那個碗底 就是一隻半隻的蟑螂 是半隻 但是我有回想了一下 我剛剛的口感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經歷過前半隻 對 但是因為我看到的是 你把前半隻的前半生吃掉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應該沒有吃到它 但它應該是在那個湯裡面碎屍萬段 然後再咬進我的碗裡的 喔 但是在這之後 我還是有陸續吃那家店的其他商品 對 我們可以吃其他炒手 你是中愛耶 我有中愛 但我有一個比較奇怪的是 我很討厭我的食物裡面被加了 我自己真的沒辦法接受的東西 我 葡萄乾嗎 如果有人在我的麵裡面加葡萄乾 我把它殺掉 麵裡面可以加奶頭嗎 當然啊 歡迎歡迎 我是有曾經吃過傻瓜乾麵 然後被加了醋 我知道 傻瓜乾麵就是要加醋啊 我告訴每個人這個故事 他們都會這樣大罵我 我說傻瓜乾麵就是要加醋啊 我就會去點一碗說 阿姨我要傻瓜乾麵不要醋 然後阿姨就是 出去 出去 一步了解了的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是買到那個教室 要開始開吃的時候 一聞醋 完全不行 傻瓜乾麵就是要加醋 你是不是覺得醋有一種褲子的味道 有一種抹布的味道 對對對 我覺得是因為 沒有我覺得醋有一種美味 我從小就不吃 所以我不熟悉 那你會吃人的醋嗎 我也比較少 因為我是比較常被吃醋 我是比較常被吃醋的那一包 OKOK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這個食物 我覺得這個食物可能開開討論一集 因為這個說不完 我們這樣摸摸的就說了一小時 對 我們必須要在這個地方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不能再說了 讓大家離開 不行喔 那我們下一次 還是我們再把它說完 好啦我們可以分成九集 不是光是誰我聽九集 誰聽啊 食物九集 我覺得可能還是會有人聽耶 我覺得可以耶 沒關係但是我覺得 我們今天先到此為止 但是我們可以再留一些部分 再來一套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每週一的中午十二點 可以準時收聽我們的Podcast 就是在全面的平台都會上架 然後晚上八點會在我的頻道YouTube上線 我們的影像 吉利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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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繼續支持吉利嘎啦唷 是嗎 我喜歡 Ragpene 吉利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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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就是她いる